美国总统重回污染区白宫 美国总统被中国生化病毒攻击感染 这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国际事业 在美国没有做出特别的国家反应 仅仅是美国启动了黑战平台指挥飞机 仅仅是对中国禁止共产党员 及其富士组织进入美国 仅仅是蓬佩奥国务卿去亚洲 与四国部署围剿中国 在日本开围剿中国会议 部署公主有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 美国 这四个国家 在印度周边 印度正在准备轰炸中国 这些都是对中国不利 但是美国没有做出特别的国家反应 美国总统被中国细菌战争病毒感染 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不是感染 是中国细菌战争病毒 定调投入定调感染川普和他的夫人 定调感染和他的他的这个共互党幕僚 定调感染白宫发言人凯利 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 美国川普身边的这个重要幕僚 几乎都被感染 这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 中国定调打击美国 定调投毒 这个污染美国 高层污染美国核心机构 白宫幕僚的最大最大的这个国际世界 这是一种国家行为 这是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攻击行为 这是战争行为 但美国没有做出特别的国家反应 仅仅是做出了一些简单的反应 当然简单的反应也是很重要 只不过还没有发酵 但没有具体发酵 美国在受到中国直接攻击的情况下 美国可能将台湾海峡战争 台湾与中国之业的战争 这个引向中国大陆 把南海引向中国大陆 把东海引向中国大陆 引向中国大陆什么地方 引向中南海 或许中南海在被无人机 斩首行动的正在锁定之中 当然早就已经锁定了 但是这一次锁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定会把这个战争 引到中国的内陆 引到中国内陆的中南海 引到北京 引到上海 这对中国虽然是种威胁 但中国人 他是一个死猪不怕开始烫 你不管怎么打他 不管怎么围剿他 他都无所谓 这就是中国人的喜悦 中国人的没有底线 中国人的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跟你不按照常规 按照他的这个喜悦的方式出牌 但美国始终还是有些底线 还是有对中国还是有些期盼 想通过打压通过围堵 让中国改变 但美国错了 中国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人的性格几千年来 都是一种喜悦的思维 投毒方毒 跟你印脱烂漠 是这个长期以来的 这个最喜悦最喜悦的政权 最喜悦喜悦的这个思维 中国人思维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洗脑 教育了几十年 那已经是改变中国人 本来面貌的几世 几代人了 几十年了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 国际恐怖组织的 这个集中的这个 集散地 如果美国把中国共产党 定性为国际恐怖组织 那么中国共产党 九千五百万共产党员 就自动成为国际恐怖分子 那在中国国内的党员 及其他的家属 都是国际恐怖分子的这个 维护者 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的特务 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下手组织是很多很多的 我反复讲了这些有些话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反复就在讲 反复就在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 引起大家的重视 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员 估计在一百万以上 在在美国的特务 准特务 差不多又是一百万以上 在美国的同乡会 同乡会同学会 华侨华联 共产集成的党支部 党员组织 等等的 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各种各种名模的组织 可能差不多又是一百万 这就差不多三百万 这三百万人 基本上就是摧毁美国 瓦解美国的重要力量 随时随地会听从中领馆的指挥 随时随地听从中南海指挥 在美国发生暴动 在美国发生爆炸 在美国发生动荡 美国人 可能开始已经感觉到 中国人对美国的威胁 那其他的可能还有两三百万 这个中国人在美国 这些人是蠢蠢欲动 基本上他们的思维都是维护中国 维护这个他是一个华人 并不是他 并没有维持他是一个美国人 并没有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并没有脱离所谓的宗族国 而且对美国是偷窃 偷门 坑门拐骗 偷抢 维护共产党 共产党一呼百应 在到处五星红旗 到处唱红歌 到处打击反对中国协议政权的这一批人 共产党在美国的所作所为 跟美国价值观 跟美国人造成了 跟全世界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造成了非常巨大的不好的感官 从表面上看 哇满街五星红旗 这还是美国吗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动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从前一时改变了美国 从前一时瓦解了美国价值观 现在美国开始受不了 不仅是受不了 美国现在正在正在受到中国 这个生化病毒攻击 正在受到生化病毒定点攻击 定点攻击川普 定点打击川普 打击川普的团队 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 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如果还不起来 还不觉醒 还不起来跟共产党做斗争 还折磨不误 还在复活共产党 还在中国大陆听说 川普总统被感染 还在英国业务 还在欢呼 觉得川普被感染了 美国被攻击了 是一种高兴的事情 还值得清货的事情 那中国人的想错了 在中国 对外宣传 对外打 对外攻击 美国 大外宣 假信息 假报道 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人在美国的一系列行为 都已经是触犯了美国的一系列政策 因为中国人在美国的行为 不是维护美国 不是在美国 热爱美国的行为 都是为了打击美国 而且把中国的思维 中国人在美国